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妮奇带你飞 那我们来看比特币的四个小时图 现在的时间呢是马来西亚时间3点57分哦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比特币在昨天出现了这个假的突破 然后就下跌了对不对 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我有让大家就是去买入这个现货 那现在呢到底他还会不会就是继续的上涨呢 大家就需要去注意这个阻力位置哦 在这里看到吗 这个阻力位置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哦 要是可以成功的突破 占我在这个阻力的上方呢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上涨 继续的上涨呢 大家一定一定密切的去关注这里 这个位置 差不多在一个4179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之前很强的支撑 现在将会是一个很强的阻力位置哦 然后在昨天影片呢也有提到在这里这个40800的这个位置呢 大家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哦 这两个都是之前很重要的阻力位置好 那我们看这个买盘的量哦 你看他4个小时呢 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个买盘的量 所以这一波呢就会上涨 但是呢 现在是还不稳定的 因为他还没有成功突破这个阻力位置嘛 所以我们要看他接下来走势呢 能不能突破 可以突破呢 那你在这里进入了这个多单呢 就可以继续的拿着 那接下来比特币要是没有成功突破这个阻力 大家就需要去注意了 那如果你是想要比较安全的进行操作呢 你可以等他突破 这样我在上方呢 才进入你的这个多单 那如果你是看空 你可以在这一些阻力的位置去开空 你看这一些阻力的位置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去关注 比特币会不会走出一个头肩底型套 就是他回踩这个趋势线 之后呢再反弹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会出现这个头肩底型态 那目标价位呢将会是到多少 现在是还没有成立的哦 只是给大家知道 如果说他回踩 再回到这个地方呢 成功突破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进入你的这个多单 那目标价位呢 将会是在一个43900这个位置 那他要是跌破这个趋势线 回到了这里这个位置呢 那大家就需要去注意了 那他接下来呢 还是会进一步的继续的下跌 好吧 我们来看比特币天图 在这里的这个蜡烛呢 你可以看到他出现了这个很长的下影线 而且在这里就有出现了很大的买盘 那这个量哦 在之前呢 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这个买盘的量 所以很有可能的 接下来会出现这个上涨的这个信号 但是呢 大家还是需要去关注 他能不能突破这个主力位置 他已经是之前多次很强的主力了 所以现在呢 也是多次测试 已经是好几根蜡烛呢 都没有成功突破了 所以呢 大家还是要去关注能不能突破 可以突破呢 他将会进一步的继续的上涨 那我在昨天的影片呢 也有提到 如果说他可以进一步的上涨呢 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双底 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双底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W形态哦 所以W形态突破呢 就会继续的上涨 好 大家现在密切的去关注这个主力位置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 你可以使用我Buy币的这个链接呢 注册一个户口 以获得3000美金的这个充值福利 那如果接下来比特币上涨呢 你就可以进行操作 我们来看以太币天图 那在这里呢 也是有出现了这个很长的下影线 然后有出现了很大的这个买盘的量 那接下来的这个以太币呢 会不会继续的上涨呢 大家就需要去关注这个主力的位置哦 这个主力的位置呢 它是测试了好几次呢 都没有成功突破的 那接下来只要是以太币可以 占稳在2800的上方呢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W形态呢 将会成立 W形态成立呢 突破这个颈线哦 在这里 这个颈线的位置呢 它将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看就是这几天的这个以太币的走势呢 会是如何 如果接下来以太币没有突破这个2755的主力呢 那它将会在这里就是进行震荡 震荡了之后呢 突破再继续的上涨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进行比特币和以太币的这个做多呢 我会建议就是你等它突破 站在了这个主力线的上方呢 才进行这个多单的操作 我都不建议就是大家进场 因为现在来看呢 它是没有创出一个新低 那现在也有这一个双低嘛 这个我昨天影片都有提到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去观察 那我们打开EMS时候和二手 你可以看时候二手呢 现在呢 也是在这里这个位置 还是在下方的 所以现在是还不看涨了 那比特币也是一样 比特币的这个天图呢 也是还没有突破 EMS时候和二手的也是还不看涨的 我是建议大家呢 可以等它突破 在进行这个做多 还是说再买入更多的这个鲜货 那如果你是有看了我昨天的影片呢 有逢低去买入你的鲜货 有逢低去建厂的那要恭喜你啊 好那我们再看就是明天后天 还是说下一周的走势呢 会是如何好吧 好那我的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呢 就到这里了 那因为明天呢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会休息没有拍片 然后再看后天呢 有没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 那大家呢就是可以去follow我的这个DNFNikki 那我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这个观看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咯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